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要遭天前纳 对 一龙大规召开再见 一龙大规召开再见 召开再见 腾里虽然交出了有一甲子 但高同意我就是批诊 好 我说的 我没有说 差点 人说你先讲这个 现在不装温大善人 抢光麻烦的 哎呦 7月11号 对 对 这个 精致看命 如何成为一代大侠 不 嗯 成林请留步 欢迎成为一代大侠 你有什么心得吗 嘿嘿嘿 快来做笔记了 第一 第一 首先要经历磨难 嗯 一定要家破人亡 啊 侠一道 就开始往上住 你看 你变得这么凉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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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呢 要忍辱负重 不管有多大的仇 受多大的伤 都要忍耐 忍耐失机 第三 一定要找个好师傅 像我一样 郝成林啊 你已经在练绝神父的路上 来 不准别火我师傅 我师傅 是天下最好的师傅 虽然 他最开始不想说我为徒 但好在我坚定不一定的赖着他 师傅 我师傅 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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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大杯都应该檢查 大安适了 就要靠自己练功了 毕竟师傅领进门 就生在个人 行了 就是这么多吧 我要回去练功了 不然 师傅到手脱腩了 啊 刚刚我落的很重要一条 就是ital k Vis writing 一定要处理铬通 像我师傅一样 您看 我师傅的羚�илドン 就像跳舞一样 来 来 来 鸡蛋一定要处理旁通 以上观点 请代表张成岭艺人看法 请各位江湖人士谨慎参考